待會請各位一樣,可以打開範例檔案的第一個單元 當然我在第一個單元裡面其實放了蠻多個範例檔 基本上都會用到像Splitter這個方法來解決問題 打開之後的話,這個範例基本上呢 它的需求很簡單,就是把中瓜糊裡面的資料 把它放在B欄裡面而已 這個B欄裡面的話,當然還不只一個,可能有一個 像這個是一個一個,底下這邊有兩個的 像第七這個就是兩個中瓜糊 那一樣要放在這邊 只是後面可能要幫它換行一下 那怎麼樣完成這個動作? 假如說我們用Splitter來做的話,其實會相對的比較簡單 我大概做一次,那當然你要做之前 首先第一個一定要先開啟Visual Basic 反正無論寫程式 開頭一定是從Visual Basic進來 那第二個的話呢 這個我是已經寫好的一段程式了 我先把它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切割放在這邊 那程式只有三行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個三行的話 實際上就是我剛剛講的 第一行 就是 就是用Splitter切割 根據這個切 切一刀兩段 前面這個是零 這個是一 那我要一的部分 再根據第二個 這個一刀我要切 那我要左邊還是右邊呢? 我要 左邊的就零 那右邊要不要?這邊不要 所以取得的就是這一段 然後再把這一段的東西放在這裡 所以其實三行 Splitter的話三行 就完成 所以假如你工作裡面有很多類似像這樣 頭 尾 那你去 頭取後面的 尾取前面的 那不就是得到我們要的 所以有程式在這裡 OK 那怎麼寫? 首先的話 我們一樣 重新再來過好了 這一段 我們基本上的話 我是從 字串切割 假設 要重新寫過的話 這個我把它移除好了 OK 假如你們打開之後應該是VideoBase長這樣 那把它稍微往下拉一下 或者縮小一下 看一下到底要做什麼 一 先開啟VideoBase 二的話按右鍵先插入一個模組 反正以後寫程式 不外乎就是 VideoBase打開 那程式寫哪裡呢? 那就寫模組 這樣比較好記吧 反正就寫在這裡 三的話 我要寫一個 Sub Sub的名稱叫什麼 也許我們這個Sub 所以你打一個Sub 空一格 然後名稱叫字串切割好了 Enter 那就把程式寫在這裡 那首先的話 怎麼寫 根據剛剛講的 我要切 根據這個 把它切開 然後取後面的 所以 切開取後面怎麼寫 第一個的話 先前面用一個 AR R1 等於什麼 等於VBA 用VBA裡面的那個方法 叫Split Spl Spl 其實打一個 Spl 這邊就出來 Split 然後呢 必須給他 兩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 你的資料在哪裡 我的資料在這裡 在 Sales 哪個出生格呢 這個出生格是第幾列 第2列 哪一欄呢 它在A欄 那我就跟他講說 你幫我切這個資料 豆點 根據什麼來切 根據這個刮弧 不過這個刮弧很難打 所以我先打一個空置串 等一下再貼過來就好了 OK 後刮弧 然後這個 這個符號就是 點兩下 把它複製一下 因為這個好像一個 全形的刮弧 然後 用複製貼 比較 簡單一點 來 貼一下 OK 好 再來的話呢 我要 他的 這個切割 之後的話 他基本上就 一分為二 就是 這個是 前面的部分是零 就是這個刮弧的前面部分 他是編號零 後面是一 所以我要的是什麼 我要一 所以 可是一得到之後再去切 所以呢 我們 再來這邊 再切完之後 我要 再用一個 AR2 去接 好了 等於再切 所以第二次是切 根據這個後刮弧 那切的方法一樣 VBA.SPRIT SP 如果你假設這個字 怕拼錯的話 你可以用選的 然後刮弧 用什麼去切呢 就是 拿剛剛這個array array1 裡面的那個 後面的那個資料 後面那個資料 就是什麼 刮弧 前面的是零 後面是一 就是把後面的資料 再來切割 那根據什麼切割呢 根據後刮弧來切割 那一樣我先打一個 雙引號 等一下再把它貼過來 因為他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刮弧很難打 所以把它這樣 把它複製一下 把這個點兩下 複製之後呢 再到這邊貼上 好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 這個 這個如果在切的話呢 他就會 把這個 這個資料切割 那這個 這個後面這個是一 這個前面是零 所以我要的是什麼 這個零 那把這個零的資料呢 放到哪裡 放到這邊 裡面的話 那程式該不會寫 這個儲存殼 這個儲存殼 就是什麼 Sales 應該一樣是 第二列的必然 所以拿這個來 複製比較快 這邊改成B OK 有沒有 這個儲存殼 那我裡面放什麼資料呢 就是放那個 這個 ARR2 的前面的資料 前面的 ARR2 的 前面資料 因為他切開來嘛 一定只有0跟1 0的話是前面 1的話是後面 我要是前面的 所以出入0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程式就寫完了 我們來RUN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子的話呢 把它執行 切過來了 有沒有 所以 其實他RUN的方式是 先切一半 然後呢 取後面的 這個是 這個是第一行 所以AR1 裡面的 1這個 實際上就是後面這一段 然後呢 AR2的 實際上就切一段 有沒有 就是取前面的 所以這個零的話 取前面 零剛好丟過來 就剛剛好 放到這裡 那不過 有同學說 老師這個跑太快了 我可不可以 知道裡面到底 發生了什麼事情 很簡單嘛 你可以 要不就是你 增錯的時候 按F8 要不就是 加中段點 中段點就是 讓程式停下來 然後你再按F8 慢慢跑 不過我們按F8 好了 如果你這邊按F8 那你可以看一下 AR1裡面到底放什麼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以前變數 你游標放上去 你可以看到裡面放什麼 可是因為AR1 這個變數 是正列 所以如果你要觀察 正列的資料的話 記得 在VBA裡面有一個 還蠻不錯的方法 就是你 執行過之後 你在它的上方按右鍵 它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新增監看視 正列比較麻煩 因為正列 因為它不只一個資料 所以如果你要看裡面有什麼資料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個 執行過之後 按右鍵新增監看視 然後直接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看到 它會在 我們的 有沒有 這個 VBA的下方 會出現有一個眼睛 然後會出現AR1 裡面到底放什麼 你會發現 它其實 會跟你講說 我的前面的資料是這個 0是放這個 1的話是放這個 OK 顯然就是我切割 我們要的是後面這個 就是1的 所以你將來用 AR 有沒有 1的話實際上是這個 這個裡面的資料 指的就是這個 然後再去切割什麼 切割後刮壺 所以後刮壺再切割 那再來的話 一樣執行 第2行 那你可以看 2的話 這個AR2怎麼觀察 一樣按右鍵 新增監看視 再按確定 這邊又有一個 那你會發現 到底AR2裡面到底放什麼 你可以看到 AR2的 1 編號1就是前面的資料 剛剛好 就是放我們切割之後的東西 所以我最後是把AR2刮壺1的資料放在哪裡 乾脆就放在B欄裡面 OK 所以其實3行 就可以把資料做切割 比較麻煩 其實還是政列 所以 你假如對那個政列不太熟悉的話 你可以在 這個中 中段的 情形下 按右鍵 記得一定要執行過之後 才能按右鍵 新增監看視 不然你沒辦法看到 正列 裡面 到底放什麼東西 OK 好 那把它執行 可是問題來了 那目前只有一個 那其他怎麼辦 很簡單 其他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再加個回圈不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 要把底下全部執行完畢的話 那外面再包一個回圈 把這個列號改過就OK了 所以這邊假設有幾列 Ctrl向下 2到605 OK 那你可以 在這邊打一個Enter 寫個回圈 For I等於 第2列 到 605 Enter兩下打一個Nets 然後做什麼事呢 做一樣的事就把這三行搬到4Nets裡面 再把這三行按個Tab鍵 那跟他講說 幫我做一樣的事喔 所以其實把這個Sales第2列改成I 他就會先抓2然後再抓3 再抓11支類推 然後輸出的話呢就輸出到 同一列的B欄 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再加個回圈 再改一個I 改兩個I 那就 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呢 我們可以ROW一下 你會發現 這邊底下的所有資料 就全部切割完畢了 有沒有 這些都切割完了 但是 這個 這個程式 僅限於什麼 如果裡面有一個瓜糊的情況下 他 會抓一個 而且會抓第1個 但是第2個呢 抱歉 沒辦法 所以 程式 只有寫一半 怎麼辦呢 等下再跟各位講 如果 比較特別的狀態 就是說像這個 這個有兩個 那理論上應該怎麼樣 我們應該是先切第1個出來 有沒有 放在這裡 那第2個怎麼放呢 再放在下面就對了 反正呢第2個 再幫我切 切到他後面 所以其實應該放2個啦 反正如果有1個就放1個 如果有2個 3個4個 一直往下放 那 該 怎麼做呢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剛剛寫的這2段程式 其實 都不多 程式 很少 那你們可以參考 雲端白板的 字串切割 我剛剛寫的第1段在這裡 第1頁 這3行 字串切割 然後呢全部的話其實就增加 一個 4回圈而已啦 還有改什麼 改這個啦 改這個I有沒有 其他都一樣 OK所以其實 我是建議如果你要寫 解決問題的話 可以逐一完成 那很多問題本來複雜的變簡單 畫面再 還給各位試試看 那 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那這一題 其實 原則上 也是延續 上一次上課那個Sprits 你會發現那個Sprits 在切割資料上面 真的非常好用 但是我發現 很多人 連用都沒用過了 如果沒用過的話 那真的很多事情就麻煩了 真的還要塗髮煉綱了 OK 但如果你會這個方法 很多事情說真的 不需要 塗髮煉綱 你只要找到你要切割資料的頭尾 如果類似有頭尾有尾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剛剛的話如果 切割 假如說切割資料 跑個回圈 其實五行程式就搞定了 那你想說那老師如果多個的話怎麼辦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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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